我们好,我是老乡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七楼 然后第一天,胖哥拿钥匙跟我的时候 我就带着我大姐来 来了到楼下的时候 我跟我大姐说住在七楼 然后没有电梯 我大姐是高岸不上来 我没有拍到这段视频 她就在楼下来都不走了 我坚决不上去 我说什么都不上去 一天说爬楼梯走路上去了 她坚决不上来 她说我没理她,我没搭理她 我一个人就上来把门打开 看了一下这个房间 我就在屋里面坐着休息了 这个她每个几分钟 她一个人上来了 上来了在那里埋怨念得很 这么远,这么高的楼 我怎么爬 切楼啦,切楼 但是她这个切得跟五楼一样 她上一层楼梯 然后又是平的 上一层楼梯又是平的 所以说没有那么累 我以为是切得全爬楼梯 如果全爬楼梯 每天来会切得真的有点累了 但是不是全爬楼梯的 就没有那么累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她后期跟我说的啥 她说这个七楼 很轻松 因为爬一段楼梯要走段平路 其实这是属于一个混蛋逻辑 先听我说,先听我说 你一分钟就得了,所以说得了 先听我说 在七楼你永远要爬楼梯爬七楼对不对 这个是楼梯的原因吗?是啥原因? 就信她说嘛 她的意思就是这个七楼当其它五楼 那是不可能的事 来我问大家看一下我们出去 看看这种七楼它是单车爬楼梯 人家说,当然你不要,你看看那个楼梯嘛 一层楼,那楼梯根本没有,全部是楼梯 我知道楼梯不一样 这个楼梯是啥?一侧,直接上到二楼 然后走平路,滚到二楼过来 这个楼梯爬上不累 是这样的 她就认为这个不累,就当花鼓楼一样的 来走吧,我们出发 那是这种楼梯,看到没有 这一层直接上二楼 然后有个平台,相当于是转家楼梯 这样,她就说这种楼梯不累 都爬五楼一样的 然后这又是平台 你看,这层平台,一层楼梯 她就认为这种楼梯不累 第一天 二楼是这样的 对 第一天过来的时候,她是坚决不上的 我说我背你上去,她是不上 我坚决不住在上面 她说太高了,七楼 你说她这个直商是不是很着急 她的直商很着急 她的意思是这个楼梯 就是不是一直爬楼梯 然后走一段楼梯爬到楼上来 然后走一段平路再上楼梯 这就是她的智商 女人所以说不能够跟她讲道理 这个楼梯全是这个楼梯 听我说 说说女人是个感性动物 绝对不是理性的 我给你那个说不清 这种道理她就不讲 这种道理她就不讲 明明是一层楼梯 一层平路,一层楼梯,一层平路 对吧 她说不像那些楼梯,一直爬楼梯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绕圈圈 有一段平路在爬楼梯 她认为就非常轻松了 你说这种什么逻辑 什么逻辑 哎呀,这女生的逻辑说不清楚 我说的是对的,你说的是错的 好的,你看她又不讲理了 我不讲理 就像第一天一样的,我就走在这个位置 我就跟她说,在七楼 结果她说,刚刚不上去了 七楼我坚决不去了 一直不,最后我上去了 这一会儿就上来了 住了几天她认为可以 哎呀,我真糊了你了 好吧,我们出发 去看看路边上 过去要多远 好了,我们就在这个七楼下来了 车停在路边上走 准备出发 吴大姐在这里上个班 每天还得包接送 真的 哈哈哈哈,我还得接送她 哈哈,你看吴大姐 她这个待遇够高的吧 你看看我瘦的 你看看我瘦的 现在找胖了一点了 胖了一点 不出牛了 好,在街道里面行车 行车的话更慢一点 今天 嗯,从那个我们住的地方到这边 开推的话 已经是几分钟 嗯 应该是三公里多一点 几分钟就开过来了 然后女人的逻辑真的 你很难去理解的 我们住在七楼哈 我第一天我再说一遍 第一天我带她过去的时候 走在楼下 我说七楼 爬楼梯 哎呀,我都觉得 那个态度一样 不上去 坚决不上去 楼层太高了 爬楼梯太累了 啊,怎么样怎么样 她说我没理她 我说你不上去 我先上去 我就上去了 上去了之后 她在屋里面坐了 两分钟 两三分钟 她就上来了 我说你不是不上了吗 反正这楼梯 她是高崖不上去的 她刚开始走到前面 一天说爬楼梯去的 她是绝绝不上去 就 上了 然后出来几天之后 她现在这里还可以啊 这个楼梯爬着不累 不累是什么意思 就像刚刚视频里面说的 她这个楼梯是单向楼 相对于是属于 一层楼爬完了之后 然后 再从那个平台过去 上下一层楼 她就认为是爬一层楼梯走一段平路 这种 她一直在说 这个就像爬五楼一样的 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像这种情况的话 多走了路 我们多了一层平台在那平路 然后爬坡 这个爬楼梯的成数是没有变的 她一直跟我说 这个就像爬五楼一样 你说这女人的逻辑 我们怎么去理解 我跟她说不通的 今天早上给你们看了吧 真糊了 这就是女人的逻辑 我不想说了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